台南四郊特別推出一場風情王朝的音樂會 這場音樂會主要是一位民民的作曲家 十七五島創作的一場教授事故學教育體 它是強述400年來台灣的發展 用音樂的方式下去展現 下半場的音樂會是 我們特別為說編曲家蕭玉琴先生 編曲的兩首交響曲跟合唱的一個曲 那一個主曲是台南的在地的各樣 像安平這場曲 我們曾認證 關資平之戀 下去編組一個跟合唱的一個交響式 那另外一首是 像比較勵志的一些比較近代的一些舞曲 這場音樂會有特別增長應該會製作影音的呈現 所以那你關注一個什麼樣子 我想是會一場 那是一場很特別的音樂 為什麼很特別呢 因為我覺得可以透過音樂 下去看台灣台南四百年來給發展 然後另外就是 還有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讓你可以聽到家庭的台上